中家集团今年持续携手 鼓励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共同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透过创新的主题桌游体验 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 带领学子们玩桌游学媒体试读 学生扮演各家媒体 要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 最后也反思作为一个乐听人 在接收媒体讯息时 是否具备有媒体试读的能力 你要拿捏在你的收视率 还有你的可信度中间做一个平衡 就是你不可以一面也追求 其中一个数据太高 可能会造成其他数据上 或是你的金钱上会不够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我来说 还蛮吃重你的平衡能力 就是你的多方考量能力 我觉得还蛮好玩 因为就是变成说 经营者会有经营者的角度 那我作为民众我就要去理解说 为什么我还要让我得知这样的讯息 会不会有他们的利益考量 所以我觉得还对我们 对乐听人的试图能力是有进步 是有提升能力的 因为其实它毕竟还是游戏 所以你不用考虑就是到不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觉得 就如果你在现实任务中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些 确实是可以得到最多利益 我会觉得 就是真的是太多背后的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的 它后面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就是一些财团的利益关系 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会觉得说 我应该更了解这些东西 来帮助我去辨识这些消息之类的 我所开的这些课都是海大第一次开出来 就包括当代传播问题 媒体素养 然后这个影音制作 或者是采访写作等等 甚至包括你们所想象的电视的主持 或什么的 那事实上现在应该社群没几个关系 所以几几乎都是很多年轻小孩子 可能是他们的标配 但是要让它能够变成课程 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能够 开在大学里面 毕竟还是需要能够有足够的这个支援 那一个老师教 我觉得还是需要跟所有的这个 传播科系相关的老师合作 那陈炳宏老师是台师大在开这个媒体素养 相当这个资深的老师 所以我来之后呢 已经跟陈炳宏老师合作了三年 就是有的时候是当代传播问题 有的时候是媒体素养 有的时候是采访写作 有的时候是制作课程 然后就会让这个陈老师 也来海大跟同学们互动 那今天都进行的是桌游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理工的学生在玩桌游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灵光的 所以我们在教学上面 以我们从媒体来的人 都会希望在教学方法上面的突破跟创新 也就是说今天媒体的任何课程 绝对不是理论的课 然后把这个书读一读 把它吃进去 所以我们都会用实作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桌游在今天 带来给这个海大理工的学生来讲话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新的体验 今天我们就是跟中佳还有持续的 保持产学合作的关系 那有两个计划 一个是媒体素养的活动推广计划 一个是我这个媒体禁用 就是推广公用频道的计划 然后我们这一次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 也就是推广我们前一年度的 媒体素养的桌游 然后就带大家来玩 媒体是怎样子来营运的 然后有透过策略啊 来做一个让玩家来体会 媒体的生存的手段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很感谢中佳 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些援助 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边 推广这个媒体素养 除了玩桌游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红 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介绍各种媒体的运作 包括网路上的讯息 也深受大数据和演算法来呈现内容 参与这堂课的学子们都说收获很多 老师的角度让我更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之前就有听到说大数据之类 会影响我们的讯息机的时候 同分层这样的讯息 但是老师的讲解 或是他的视角让我觉得更清楚 刚刚那个秉皇老师讲 最后一个他有说那个 就是麦克风会 就是随时我们手机放在旁边 然后他就会听到我们讲话 然后我就会觉得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 可能有一天我跟我朋友在讲 一些麦克风啊有的没的问题 然后可能隔天手机上啊 然后什么网页Google IG上面都会出现 麦克风的广告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恐怖 今天上完老师的课 其实我也是算是有被启发到 我会觉得说 就是确实我们 看了都太表面了 我们会觉得 一来我也会觉得说 媒体就娱乐啊 就是大家都报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就看看就好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 就是他们只看 让我们看到 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 然后我们没有 就忽略了这些背后的含义这样子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也感谢中家集团持续投入经费 共同深入校园来推动 期盼更多学子 都能具备有媒体素养 与辨识媒体内容的基本能力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